HELLO 大家好 为防我不记得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何都好,今年是否开心股市好还是没有 就是过去的了 我们怀有一个憧憬展望明年 憧憬展望,不一定实现 我们看看下年很多因素的发展 我们再在经济通的节目中和大家详细拆解 看回今天的节目来说 有同志同国很满,成交又少 维持着17,000点 上上下下下下下 坦白说,我们录这段视频的时间还没收市 我也不知道最后能否守住17,000点 但在我立场来说,我经常说我没有一个整数偏好 究竟今天收16,999 还是17,01 17,02 其实是不重要的 大致上的情况 全年去计算都是差的 只是看这几天都是好的 所以不要介意 究竟是17,000 是楼上还是楼下 为什么在17,000来说 或者现在这个水平 也不算太差呢? 主要原因就是 不算今天 过去的两天 其实弹了700点 或者这么说 我们在过去这两三个星期都说 希望今年完结 大概是16,000至17,000 跌就跌不了很多 我觉得16,000以下要再跌 应该就未必会 因为始终外围方面 非常亢奋 美股向好 但另一方面 我们欠缺了一些利好因素 也很难大幅度抛离17,000 在上星期来 看到一些针对游戏的 不是法规 是意见局出台 令到网易 腾讯股价大跌 踏到上星期五 收市 应该是16,340 附近 所以比较之下 今天最后未知了 但总体上来说 今天星期都是升市的 亦都符合到 我们和理工大学所合作 因为我们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 和理工大学合作的AR系统 今星期是股升的 又见其宫 大家可以在将来 继续参考这个指标 为什么会升呢? 很简单一件事 之前提过 美股本身也是好的 基本上美股 没什么特别的 都不会拖累你 也很难帮你太多 变数反而是 A股或者内地市场 大家留意到 过去这两天 有一个好处发生 不是 有一个好现象发生 人民币都升 我想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 市场对于美国减息的预期 不能说越来越强烈 一直都强烈 现在说的是 明年3月份开始减息 极端到有部分投资者觉得 明年3月份开始 每次议息美国都会减息 所以令到美汇指数昨天曾经跌到100.6 附近的水平 然后有一些回升 但是也是一个美汇或者美元弱的势头 美元一弱 人民币又如何? 回升 当然除了美汇弱之外 市场上对于内地政策的憧憬 有点升温 为什么呢? 我先读一些新闻给大家听 第一就是 国家法委 表示了 明年要推动 实施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的一男子政策措施 去解决目前 外商来内地 投资面临的 难点 痛点 问题 大招 一男子招数 第二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就说 要加大已经出台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所以大家觉得 一来 承着我们所说的美汇的弱势 另一方面 就是一些政策的憧憬 撑了人民币向上 撑了一些国家的首映 似乎是内地资金有买入一些A股 去拖一拖 令到 就算曾经跌穿2900点的上升组合指数 在这两天来说 稍稍回升 推一推这个港股 但没办法 你经历过这两天的反弹 亦是说到17000点 迫近到我们经常说的 硬过条颈的水平是什么 50天线 亦无力向上 所以 今天来计 很难再进一步大幅上升 你怎么知道未来几天发生什么事 但你要沽货吗 期指都结算了 要沽就沽了 变了相对上买卖两限的情况 就是延续了 投资者又会问 都想不明白 刚才你解释了 A股强了 不是 A股回稳了 人民币强了 为什么港股升700点那么多 过去这几天 或者由16000340点上的星期尾 到现在大概17000点 就是这么多的为什么 我想其实很简单 你回想回到11月底的时间 为什么这个市场跌下来 除了你说 因为当时内地 香港 澳门 那个信贷评级展望 展望 是被下调之外 主要源于 就是个别公司的问题 可能亚里 又说分拆又不分拆 然后说美团 你这个是不是会 恶了魔加强阵容 打美团 然后药明生物 大部分都是个别的公司 一天中跌10% 跌20% 就踩到恒生指数 到16000点附近 但是当这些 公司个别的问题 初步消化了 跌了10% 弹回5% 或者好像网易 跌两成半 弹回15-16% 你的市场就撑回 由16000点 弹回到17000 所以其实 不是有新的利好消息 只不过是 刚才人民币回稳 A股回稳 政策的憧憬 加上一些跌得比较多的股份 做一个短线的超卖反弹 就弹到17000 但是17000点再上的话 就不是靠消化旧消息 就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新的利好消息 但是暂时 还没看到 所以我在短线来说 17000点 暗十天线附近 不敢车亡太多 接下来看了几件事 第一 美股最重要是继续硬正 接着 究竟有没有政策出台 但只有700点 是不是春光水暖鸭先知 还是他们胡乱入市 最后被夹 我们看看有些 第一经济数据 第二有些政策 会否真是减色降准 可以跟着你 去撑着市 再做好一点 这就是大事的部分 暂时都是在17000附近 会遇到一些阻力 看看有没有新的好消息 在部署方面来说 我想在最近一两个礼拜 也跟大家说 今天 1点钟 我拍了一段视频 我全家都拉起来的了 拉起了我哥 我姐姐 我爸爸 做了2024年的前瞻 终于播出了 那8个选顾 可以定时和大家回顾 你留意 做得最好当然是联想 但我们全年目标价 10.8 提醒大家 因为那段视频 是在组之前录的 我都想不到升得这么厉害的 现在应该部署下车 并不是11元附近 再推进去 第二就是说的是新州 之前弹得很好 但因为like 展望比预期差 这几天开始有点回吐和波动性 都是要等一等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问我 已经这么说 我们的表现也挺好 这次的八大金刚 另外最近这两周 我经常说 如果你要买 16,600 16,800 你真的要入市 不如你买中移动算 原因就是 假设市升 可能有机会升穿17,000 你起码有位置 有股票线 市升 beta弱 这个我们上周说的 beta差点 也能跟着 叫做有得升 但跌下去 不用怕吧 如果真的61元 62元 买中移动 但今天来算 也曾经升到64元 表现OK的 所以纵观近期的选股 除了腾讯之外 也升上来 不算太多 跟我们的买入价 不算差太多 而且当初没想到 会有这个消息 但我不回覆那件事 游戏的意见稿 但纵观其他部署 都可以 你问我 有什么要留意呢 在我们2024年的三大投资主题 即后加式的科技股 景气复苏的股份 和稳中求胜股里面 似乎以中间景气复苏的三种 即是说新州 和联想 再加上今天 豪岛股27 都行肯地 这个主题 是做得最好 我针对这个主题 多说一点 最近做很多节目 经常说 有什么机会 丑股大翻新 已经回去了 其实今年第四季开始 手机 和电脑已经回去了 现在买就太迟了 有些如果你说 夏年的 第二季下半年 体育用品 不是现在 是说 他完成了 去库存 可能 明年第一季 附近时间 可以买 但不是现在 还要说三次 不是现在 那就是未来 发生 有些 最佳买入点 过去的 就是手机和电脑 一定要等它回落再买 另一个说 未来的 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 暂时不记得了 就是 这个体育用品 又要小心 好像现在买 就做了少少 中间有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三种 股里面 除了新州 除了联想 还有什么 就是说 27银鱼 我觉得一直以来 其实是对版的 我看到时间都超过 所以 我想现在我们会继续留意着 这个是 澳门豪岛 希望1月份的时间 2月份的新年时间 有一些博彩收入的好消息 可以带动它 冲破44-45 回家乡 甚至会有钱赚 好 我们不如先说到这么多 超级钱 等于差不多一个 比比星期四 那我们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2024年再见 今天所说的股份 都是没有持有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